业宇峻弹吉他 我是业宇峻 终于也来到了业宇峻弹吉他的第20集哦 当然今天要来个更营养的教学单元来庆祝一下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如何利用 基本的更音位置来快速的推算封闭和弦 在市面上的教材中 相信大家都有看过类似这种的封闭和弦教学图 就是画出N个唯独只有更音位置不同 但是和弦形状又都展了一样的封闭和弦吉 与其比起用印记的方法 我个人有个更有逻辑的方法可以来辅助配合 藉由理解的方式来记忆 同时也可以更强化对纸板的收集度 在这之前我们先理解一下封闭和弦推算的原理 图中为一开始练习封闭和弦所最常见的所谓E和弦指形 藉由将这个首次指形内的音程各升高半音 可以得到以E和弦指形推算出的封闭F和弦 同用道理也可以再继续以词类推升高全音 并形成所谓的封闭G和弦 当然也可以以词指形的继续的延伸推算下去 另外一种常见的首次如开放的A和弦 如同刚刚的原理一样 可以升高全音得到以开放A和弦所推算出的封闭B和弦 或是以词类推在升高半音得到封闭C和弦 推算的原理依照全音半音的排列分别会有相邻格 以及间隔一格的不同音程产生 要特别注意 以上是传统的推算原理 但是相信很多人都是一字半解 所以用被位置的方法来强记 但是这样一来第一很难记住全部的位置 而且在歌曲进行中脑袋一定也很难反应过来 更不用说到底要封在哪格情格了 与其这样以下是我的快速推算方法 用这个方法希望可以为你产生一些提示 并快速的找到答案 首先要记住六个根音 分别是六弦上的三格G 第五格A 第七格B 以及第五弦上的三格C 第五格D 第七格E 记这六格就够了 因为其他的音符也可以从这六个音再依序延伸 例如说第六弦的第一格F 第六弦第八格C 第五弦第二格B 以及第五弦第八格F 而记忆的这六格音刚好在纸板上的三五七格 这些位置在一般的吉他纸板上都会有音类可以辨识 所以一定可以一眼快速的看出来 应用部分假设是封闭A和弦 我会先将更音定位 如果有记住上述提到的六个更音位置的话 我会知道它是位在六弦的第五格上 接着因为更音设定在六弦 理所当然要使用更音为落在六弦上的指形 接着套路E和弦指形 便可以得到封闭A和弦 如果更音设定在第五弦上的第五格D 套路也是以第五弦为更音的A和弦指形 便可以得到封闭D和弦 就是那么简单好机又好玩 酷吧 我将上述冗长的封闭和弦推算过程 简化为以下的SOP给大家 首先不管是哪个和弦 第一步先由基本的六个更音中设定更音位置 第二步将基本的E和A和弦指形套路 更音于六弦的话便是E和弦型 第五弦上的话便是A和弦型 第三因为指形当然不止只有三和弦或七和弦这几种 所以任何和弦都是可以被延伸的 例如Emaj7可升半银成为Fmaj7 Am9可以升高全银成为Bm9 第四当然常见的E和A和弦系列外 还有其他的和弦形状可以被拿来使用 只要你按得出来 和声正确和弦形状当然也就是正确的咯 感谢大家支持让我走到第20集来的 但是吉他技术是靠你自己练来的 真的要谢就帮我的专业 叶宇俊吉他工作室点个赞吧 Yumi